有新的data进来了 那我要把旧的删掉 可是旧的删掉我总不可能就切到这边 当你按个delete也很快 可是问题还是要delete 所以你希望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增加一个按键 它输出之后呢 那下一次进来呢 直接按下那个按键就可以了 所以当然可以啦 不过这边的话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样 直接把它删掉 我先demo给大家 这个是删除的程式 直接删除 那执行它之后的话 里面的东西就不见 当然特别注意啦 你这个删的路径 可能要确定一下 你不要直接删掉一些不能删的东西 比如System32或者Windows 那就问题很大 删除一些系统档 当然这个可以当病毒 如果它可以执行就可以当病毒 可以删掉一些开机档的话 它电脑就无法开机了 OK 不过当然这个地方要小心 那怎么样删除 特别注意喔 其实在VBA里面有一个指令 就是叫什么呢 这边里面各位可以看到吗 叫Keyer 关键就在这个Keyer Keyer的话呢 你只要给它什么 目录 就是你的路径跟档名就可以了 路径加档名 可是问题来了 我的目录里面呢 我怎么知道里面总共有几个档案 所以特别注意喔 假设我现在输出好了 输出完之后的话 然后各位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总共输出13个档案 那我要怎么知道 里面有多少个档案存在的话 接下来你可能需要知道 那个VBA里面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它叫做DIR 特别注意喔 DIR这个函数呢 主要的用途就是告诉你 你目录里面有多少个档案 不过特别注意喔 如果说你第一次给他的话 他只会 比如说我今天 这边我先设中断点 三个各位看 执行 假设我今天配时是在这个目录嘛 那我就是给这个目录加上这里面的 有没有 这意思什么 START 所有的 有没有特别说所有的什么档呢 XLSXX 因为我现在里面是XLSX 那特别说如果你第一次执行的话 他只会先帮你找 目录里面的排列的顺序第一个 第一个档案先帮你找到 找到之后的话 可是问题你找到之后呢 那怎么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 因为你要删除的话是要把它全部删到完全没有为止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当然你需要跑个回圈 可是特别重要这个地方的回圈喔 不像之前的for回圈 因为for回圈你可以for i等于1到50 那你会知道开始是1 结束是50 可是问题 假如说那你未来 你不知道最后结束的位置 但是你只知道说 最后的那个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 资料夹已经没有没有档案的时候 你就什么 离开这个回圈的话 你就可以用什么 do while do while 后面特别重要后面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话呢 如果为true的时候 那他就会进到回圈 如果没有不是true的话呢 他就跳迪回圈 这个条件是什么呢 DIR没有 特别重要 他如果第一次DIR的时候需要给入境跟挡名 可是第二次执行的话就不用了 第二次执行 第一次执行就是说 帮我找某个目录的那些档案有没有啊 有没有存在 第一次会找到了 第二次如果再找的话 其实就继续往下找一样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后面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DIR 那如果有找到的话 他会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那个档案的名称 有没有发现 丁班他第一个先抓丁班 他可能按照 笔画排序先抓第一个 好有找到对不对 那是不是空的 不是 所以不是的话呢 就把他怎么样 帮我把丁班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路径加一个反斜线 有没有 这个如果没有串的话 不过其实如果你这边假装有串一个 这边的话 后面那个就不用了 反正这个可能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部分是蛮长错的 那把丁班删掉 删掉的话 特别是要这个Kill一定要完整的路径加挡名 所以删掉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丁班就不见了 目前应该没有丁班 再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继续往下找 所以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就DIR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会找到第二个 丁班 再来 是不是空的啊 没有 还有啦 所以就把丁班给SKill掉 一直删 删到多少为止呢 删到完全没有为止 所以你会发现呢 如果现在剩三个 剩一个了 对不对 一个删掉了 没有了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DIR会怎么样 DIR你会发现咯 它回来的是空字串 OK 所以如果里面已经没有档案的话 那最后一次的DIR就返还空字串 那空字串回来的话呢 因为它这个时候呢 这个空字串是不是不等于空字串 不是嘛 所以它返还一定是FORCE 那FORCE的话怎么样 跳离回圈 结束掉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删除 需要多认识两个 可能之前没讲过的东西 第一个是DIR的这一个方法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Do While Loop 后面的话呢 是加一个条件 OK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有关那个批试 将工作表转换成工作部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转换过去之后呢 如果我希望 可以把它再删掉的话 那我可以再利用什么 DIR加这个Do While回圈 里面放一个Keyer就可以了 Keyer的话一定要给它一个完整的路径 加档名才可以 和我们下一个大约的路径 我下一个大约的路径 和我先试一下 还有一个小约的路径 我先试一下